公读圣若望福音 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不是因为汉明白了神迹 只是因为你们有饼吃 且吃饱了 你们不要为那会扭围的食粮牢碌 却要为那能给予永生的食粮而工作 这就是人只要给你们的食粮 因为他是天父所认证的 他们便问他 我们该做什么 才算是做天主的工作呢 耶稣回答他们说 天主要求你们做的工作 就是信他所派来的那一位 于是他们对他说 你行什么神迹 好让我们看见而信你呢 你将会作什么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马铃 正如经上记载 他从天降下食粮给他们吃 耶稣便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不是梅室给你们从天降下食粮 而是我父给你们真正自天降下的食粮 天主所资的食粮 天主所赐的食粮 就是那从天以降 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 他们对他说 先生请尝尝把这食粮赐给我们吧 耶稣对他们说 我就是这生命的食粮 到我这女来的永不会饿 信我的永不会渴 上主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